徐曉冬现在开始装逼了,不敢出来了 现在在装逼的就是什么玄武还是什么田野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 再装逼的话,我肯定在那台上把你们打趴下 我打完吴子龙就打徐曉冬 行了,把合同备好,我来签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传统功夫 在民间有很多这样传统功夫的爱好者 就像视频中的周围胖子一样 练起来非常的灵活 他练的是螳螂拳 我们可以从招式上可以看出来 但是在世界的拳团上面 有很多这样的胖子 表面非常的胖 但是打起拳带,比赛起来非常的灵活 这位胖子练的螳螂拳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像少林的功夫 但是之前他没有这么胖的 我们看一下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位胖子还是非常嚣张的 张的自己练过几年三脚猫功夫 就在网上叫嚣要挑战谁谁谁 同时他还在村口经常会练一些武术套路 打一套什么唐狼拳 打一套少林功夫 来提升自己的威望 让村里面人感到害怕 不得不说,这位胖子还是有点灵活的 还是有点功夫底子的 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 一位传统功夫的爱好者 叫做张琪 他也是在网上叫嚣被挑战 徐晓东现在开始装逼了 不敢出来了 现在在装逼的就是什么玄武 还有什么田野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 再装逼的话 我肯定在那台上把你们打发一下 这位在网上教下的要挑战徐晓东的人 就叫张琪 一百三十公斤 一米九一 据说他练的是心意六合拳 然后有人终于接受他的挑战 挑战者叫邓勇 五十一岁 一米七 七十公斤 他练的是武术中国胶 三胶 所以说两个人就在网上开始约架 开始挑战 最后在一起比赛了 据说这位练习传统功夫 行义六合拳的张琪 在网上怼过很多人 挑战过很多人 包括徐晓东 包括阿虎 包括波球等等 挑战了三年 但是一直没有行动 最近有人接受他的挑战 是五十一岁的队勇 他看这个队勇年龄也大 个子比自己小 然后其重又轻 于是他抱着必胜的把握 去跟这位这种队勇的选手 进行一个比赛 那么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上海传统武术爱好者张琪 也就是我本人 将会与徐晓东 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场合上 举行一场正式的比武决斗 比赛一开始 张琪就利用自己身高和体重的优势 对着邓勇一顿狂轰滥炸 雨点般的拳套打在了邓勇的头上 但是由于规格事先没有说好 他们俩即使抱在一起 裁判也没有及时将他们分开 所以这个比赛有点乱 这时候张琪抓住了 邓勇的个子矮的弱点 抱住他就是猛挥拳 好在邓勇抗击打能力比较强 最后终于挺着过去 裁判还是没有动手将两人分开 最终是这个时候 他们下去了 然后将两人分开了 邓勇也向裁判说出了 即使两人在一起 一定要及时分开 但是裁判没有做到 所以说邓勇也是比较生气的 但是好在没有认输 这时候我们看到张琪 好像露出了胜利的喜悦 还挥手向场外的群众挥手自己 让我自己快要赢了 没想到第二场比赛又开始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有点挑衅他 没有 打着打着就开始骂起来了 嘴里面说了一些脏话 挑衅 因为上方都有火 大家都有火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最终的一个比赛 看着 看着 他怎么打 没有 骂人 这不知道 看着 这不嫁起来 这耳朵 哈哈哈 这耳朵吗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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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 吐頭打 你真的 吐頭打 吐頭打 來 不吐 吐頭打 吐頭打 你再怎麼樣 你再回 去明天講 你不要跟着打 你 放我头 你不要跟着打人家打头 你不要跟着 你不要跟着打 不能打 看玩意 哎 哎 加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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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地不能打 经过几分钟的比赛啊 我们可以看到张琪的体力啊 已经投资了 已经挥不动拳头了 那么 邓勇啊 呃 虽然年龄大了 但是 他的耐力还是可以的啊 我们看到 这时候啊 呃 张琪已经没有招架之力了 邓勇还是 非常的勇猛 打得打得他是 没有 没有反击能力了啊 比赛过后啊 邓勇啊 所以呢 这次比赛的感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哎 哎 啊兄弟们 大家好 张琪 基本上 也属于秒杀吧 一个回合 我呢 习武 几十年呢 看 人不会看住的 这东西他妈的 我一看 我就能拿住他 今天上去 第一遍被他摸住呢 打说实话 打得也不重 知道啊 但是我喊小强老师 停 因为一开始规则 我跟小强老师说的 脑子脑到一起 最多两秒到三秒 就要分开 说的是三打规则嘛 就踢打摔 最多两秒钟 脑到一起就分开 谁知道没分开 这个时间 没有沟通好 这也没关系 脑子我打他也不中 他的妈的 看到了吗 猪头 挑选了挑挑对手 一直在挑对手 挑了三年呢 每次跟人约都不敢打 对吧 大家都知道的 是吧 这次 因为什么情况 根据他一贯的 沃琢做法 加上这一次 就是 六位奔吧 他给母母人下套 让母母人说 不利于 徐晓东的话 然后 又把公布出去 哎 我看到 这个人怎么住这个市场 是吧 太恶数了 作为我们人是吗 都有 行侠正义之心 对吧 啊 我说我来打他试试看 虽然我是念中国教的 拳脚功夫不怎么好 但是我们中国教的把位 换存拳 也一样可以打的 对吧 大家也看到了 我证明了 是吧 许晓东也说过了 中国 中国教是传舞里面 最能打的 我不敢说最能打的 反正 也很牛逼吧 是吧 第一面我抓到张琪 要不是旁边的我为难 他就倒下呢 是吧 就是那个 然后被他抓 被他挠住呢 捶了几拳 无主位 小意思 小K 是吧 有病有病有病 啊 好 看到我这个牛腿 对 鼻不闭 tej呢 是不是 牛逼 哈哈哈 好好K OK 、OK 看看喔